有同学来信询问说为什么它在QL里面做出来的模型 然后呢转成3D列印所需要的STL档的时候 做出来的效果会这么的糟糕 圆看起来不够圆 一些其他地方都很粗糙 好那这个呢除了本身物件 本身3D列印的精确度之外 你在软体里面也可以去做个调整 你图形画起来是正常的 可是做出来的时候圆看起来却是像是一个多边形 好那是因为你的3D列印在做转STL的时候呢 你的三角面太粗糙了 太大面了 让你做出来的东西会不够精细 那我们可以从哪边去选择 从档案的另存新档储存副本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STL 好我们3D列印的格式 然后选择确定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 这边有个叫做弦高 弦高的地方请你先设成0 好当你设成0了以后 你再按确定 这时候呢它做出来东西会比较精细 然后呢你到3D列印去做图的时候呢 整体的效果会好很多 好这边同学可以试试看 好想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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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看